接着带您关心 德国总理梅克尔26号接见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会谈中聚焦人权和经济等议题 而近来欧盟对于中国太阳能与电信产业采行的反倾销措施 面对中方提出的质疑 梅克尔说会推动解决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摩擦 继美国去年征收反倾销税后 欧盟正考虑是否对中国的太阳能电池版 征收惩罚性进口关税 德国总理梅克尔26号在与李克强举行会谈中 表示德国将尽可能解决当前欧盟与中国之间的太阳能贸易冲突 我们今天谈到英国和中国都很信心 因为保护人士没有回应对世界世界一样的好处 面对中方表示欧盟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信号 欧盟贸易专员卡洛德古赫特回应指出 欧盟已经同意开启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专案 但这个月将和其他委员与中国当局谈判寻求解决之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